這是我的研究的範圍 兵林、沈從文跟張艾玲 這幾個人被擺在一起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他們是分屬於不同的陣營 好,我們看這一頁 在新文學剛剛開始發展 1917年 胡氏發表了文學改良廚藝 這篇我們視為 是現代文學的起點 這篇論文 他告訴大家 我們要開始用白話文 來寫作 要承載的是新的思想 這個新的思想包含了 民主跟科學 也就是德先生跟賽先生 這兩個是當時很多知識分子 想要趕快的 輸入到很多年輕人的腦袋裡面去 好,這個 德先生跟賽先生的問題 其實並不是太大 而是知識分子們發現到的是 傳輸線太慢 你要把 德先生跟賽先生 民主跟科學 放到大家的腦袋裡面 其實只要一條很快的傳輸線 那也就像我們如果要 存在電腦的某些東西 我們是需要一些裝備的 那知識分子就發現到 這些裝備 這些傳輸線出了問題 也就是如果你再用文言文 去承載那些 民主跟科學的話 一般老百姓是 沒有辦法這麼快的 可以接收到訊號 而且呢 即使接收到訊號 也會有一些隔磨 所以不如我們開始用白話文 來寫這些東西 很快的能夠讓大家知道 西方到底領先中國什麼事情 好 那我們在第一個十年 就看到魯迅登場 玉達夫登場 還有一些先知先覺者 他們用自己的白話文的想像 去創作了白話文 例如說 許志摩的想像是非常華麗的 浪漫的個人情感 很噴勃的 而李金法呢 他用的是法國的象徵主義 來寫實 那魯迅他是用一種 寫實主義的方法 每一篇小說 都承漏一個 中國當時的問題 那玉達夫走的是 浪漫主義的路線 那他希望能夠把個人的 隱私的情感 跟中國當時的解放 或是說個性 或是說能夠更自由的 去表現自己 這些事情連結在一起 所以當時很多人會認為 玉達夫的小說有一點 會贏 這個會是曖昧不清 贏 是淫當的贏 會贏 因為他寫出了很多很多 自己的不堪的 或是說性上面的事情 好 那我們這個是1920年代 就是1917年 1920年發生的事情 那到了1930年代呢 其實新文學已經發展了十年了 有前面十年的累積 我們來看 這一票新人 他們在呈現什麼樣的文壇的風氣 第一個我們看到左派 第二個金派 第三個是海派 這三個分別代表在30年代的三大支柱 左派的文學 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 唯物史觀的那種 物質生產的方式 決定了人類的文明 而不是人類自己的意識 決定自己文明的樣子 左派的觀點當然也就是 就是從俄國傳過來 當時很多年輕人是願意相信的 因為當時的中國很亂很窮 如果能夠把地主貴族官僚 這一些財產平分給大家的話 大家是非常開心的 所以左派的思想很快的就感染到了純中國 因為窮人太多 因為文盲也太多 那無產階級這些工農兵是社會最底層的人 他們如果能夠生活的更好一點 或是說讓他們覺得平等一點 平均一點的話 我想是一個非常好的訴求 所以左派在1930年 立刻就成立了一個組織 叫做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1930年 那這個組織也就讓 之前120年代的 這一些文壇領袖 加入到其中 變成一個非常大的支柱 另外呢 也吸收了很多的年輕人 也就是我們在瓜號外面的 毛頓、丁鈴、蕭紅、蕭聚等等人 其實毛頓並不是新人 他在第一個十年 也就是1917年之後 就已經開始是文學批評家 或者是他有加入了當時最大的社團 叫做文學研究會 但是毛頓的創作 確實是在大概是1927、1928 也就是接近30年代的時候才開始 所以毛頓居然跟他的學生丁鈴 是一起出現在文壇 我指的是創作 所以毛頓、丁鈴、蕭紅、蕭君等人 他們以左派的姿態 用關心底層人的一種姿態 進入到文壇 跟當時的國民黨的自由主義 或者是跟北京的金派文化 或者是跟上海的上海的那種 時尚感官的文化 是非常不一樣的 好 矛盾的代表作 其實在台灣 矛盾真的不是有太大知名度 我問很多大學生 他們從來都沒有聽過什麼矛盾 他告訴我什麼矛盾 然後上面怎麼會有曹志豪 老師你寫錯 不是啦 那是他的筆名 他本名叫沈彥斌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哇 矛盾在中國大陸 這麼樣重要的一個作家 其實在台灣知名度幾乎是零 我覺得這個是很誇張的事情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矛盾他是極左派的 非常左派文壇的領袖 他的代表作子葉 子葉告訴大家一個 中國民族的非常輝煌的工業 如何在短時間當中 立刻的崩潰這樣的過程 那也就是在抨擊西方的資本主義 西方的資本主義 所以不可以進到中國來 否則中國原來的那些非常棒的 所謂的民族工業 立刻就會崩潰了 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不歡迎西方 好矛盾丁 丁丁是比較年輕一代的作家 他跟後面兩個作家又不一樣 蕭鴻跟蕭君他們是東北作家 我們叫東北作家群裡面的兩個表現最好的人 那東北作家各位知道 1930年東北已經淪陷了 是日本人統治的叫做魏滿洲國 我相信各位近代史應該念得很好 所以抗戰還沒有發生喔 抗戰是1937年才發生的 東北早就已經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在東北出生成長的人 一個作家的話 你的題材 你的寫作的走向 你的美學風格 他勢必會受到日本人的管理 或者是控制的影響 好蕭鴻、蕭君當然 他們還是走比較左派的 傳統的去支持革命 或者是想要推翻一些什麼東西 去關懷無產階級的 這些底層人士的路線 好但是丁丁不一樣 我覺得銳圖丁 我會覺得他真的價值是 非常非常的險要的 這個險要就像鑽石一樣 因為其實在當時 1930年代 其實丁丁寫作是20年代末期 他1927、28就已經有產量了 這個時候其實西方的女性情欲這件事情 都還沒有被開發出來 也就是雖然已經有第一波女性主義了 但是重點是 大家要爭取的是投票權 也就是女性主張自己有跟男性一樣的 投票的權利 他是在政治上面的一個訴求 根本就還沒有進入到女性的身體的欲望 沒有人去寫這個東西 而且也不敢想 因為中國剛剛從清朝移動到民國來 大家雖然已經知道是一個民主科學的國家 但是其實腦袋還是清朝的 所以在張阿玲的小說 那個1946年傳奇的封面 就是一個現代的鬼一樣的女人 她沒有面目的 只有鬼的形狀 通過一個窗戶在看著一個古代的世界 張阿玲的觀察就是 雖然我們已經進到了中華民國了 但是很多的女性的腦袋還是停留在清朝 因為她沒有受教育 因為她沒有辦法在這樣的一個新的國度裡面 去知道自己的權利是什麼 那西方其實比較早一點點 也就是開始爭取投票權 在1920年的時候 好 那我們等一下看的冰林呢 非常了不起 她其實在20年代末期 就已經開始在小說裡面 書寫身體了 自己身體的欲望 這其實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很多的我相信保守主義者或者是會道人士 一定會在當時認為 丁林就是一個大夫 你怎麼會把自己身體的感官的欲望 寫得這麼樣的露骨 然後幾乎把自己快要寫出來 那種瘋狂 那種矛盾 掙扎 你怎麼敢寫這種東西 其實男作家有寫 裕達夫有寫 但他是男的 你知道男女非常的不公平 男生好像可以寫 女生寫就覺得怪怪的 可能我們現在 其實在台灣 大概到1980年代還是這樣 台灣的男作家是可以寫一些 床子之間的事情 但李昂去寫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 嗯 你是不是哪裡出了問題 你怎麼可以寫這種東西 1980年代還是這樣 那你更不要說 丁林在192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做這件事情 甚至於他是有點超越時代的 其實在同一個時間的女作家 例如說像盧穎 林書華等等 其實都還在傳統文化的控制底下 雖然他們寫一些婚姻自主 女性想要婚姻自主 我不想被父母安排婚事 我想要跟我習慣的人在一起 的那種抵抗 但是真的還不至於身體 他是不敢把身體直接的裸露出來 內心的慾望真的是一個惡魔 他怎麼能夠寫出來 但是丁林卻在2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 我們等一下看那一句子 其實會讓現在的我 21世紀20年代的我 有點擇神 從花一百年前丁林就已經這麼湧見了 那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作家 好第二個我們看的是金派 也就是今天的第二個重點是沈從文 沈從文其實一直也在關心著 傳統文化事件裡面的女性的處境的 他像周祖人一樣 會去關心女性國小小的問題 女性在家裡在婚姻自主上面 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但是他是男作家 我覺得男作家總是隔了一層 所以我們看到即使在同一時間 沈從文也在關心女性的情欲 但是沈從文真的比丁林要保守太多了 我們選了一個例子叫做蕭蕭 這個蕭蕭非常的精彩 等一下跟各位介紹 好在金派文化裡面呢 還有一些名作家叫做老舍消遣等等 各位都可以自己去涉獵了 我們今天講的是沈從文這個代表的人物 一講到金派呢 其實就是腦袋直接連接到傳統文化 因為他們是以傳統文化自居自傲的一群人 雖然沈從文他不是北京人 他是湖南湘西西南的一個小山城裡面 移動到北京的 但是呢他整個成長過程在北京 所以他我們也把它視為是金派文化的代表 好各位去過北京嗎 北京人講話你會特別的感覺到很有力 這個很有力有的時候呢 會被視為是很沒禮貌 但是他們卻以有禮貌自居喔 這是一個非常誇張的事情喔 我去北京游覽的時候 他們每一個景點 都要像糾察隊一樣的 各位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我們要排整齊的隊伍的 例如說我買了那個門票 要進去參觀 他說你等一下喔 我們這裡有一個導覽 大概30鐘以後就到 然後大家就圍在那邊喔 不敢移動 然後那個導覽就是一個 大概女大學生嘛 就帶著一個少子這樣 把他排隊 排隊排隊排隊 把我們弄成一個豆腐幹 我想說天啊 我是在真的是在共產世界 我為什麼游了還要排豆腐幹這樣 他說對齊對齊對齊 1 2 3 4 5這樣 天啊還報數耶 然後他說你們等一下都 照著這個這樣子走 我就開始說 然後可能有人拍照 不准拍照不准拍照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有秩序 這個有秩序要括號 很有秩序的一個隊伍 當中離隊的呢 他其實也不管 反正他就把他的導覽講完 用種很兇的態度 我會覺得很兇 但是好像北京人覺得 那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我去北京的書店買書的時候 我更嚇到 因為我前面有一個像農夫 從他皮膚判斷就是一個 長期在日曬底下的一個老人 他買了一張北京地圖 我跟他手拿著地圖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排隊 要跟那個高高在上的服務員 要結帳 那個女生真的高高在上 如武則天一樣 非常的威武 好我就看到那個農民 拿著地圖 放在那個桌子 準備要付錢 這個農民想要一個提袋 於是就問那個服務員說 欸小姐啊有沒有袋子 如果是台北的成品 他一定會給你一個紙袋 紙袋又會給你一個提袋 他會問你那個大小啊 什麼的size啊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會說很多的話 但是北京那個服務員 他只說一個字 他說買 然後世界都沉默了 然後我也嚇到 蛤什麼買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一個袋子 你要買的 那至於多少錢買紙袋買 他也不講 他就等你問 所以那個農民就很緊張 因為是老先生 他可能沒有聽到那個買字 他居然又再問一次 我都已經冒冷汗 他再問一次 小姐可不可以給我一個袋子 那個小姐就翻了一個白眼 買啊 就很 我們會覺得很兇 但是他覺得他很驚妙的告訴你 你要買 我想他並不是覺得自己是沒禮貌的 他說買 那老先生聽到 然後就跟他說 是幾塊 一塊還是什麼的 他們就開始交易 那我覺得這個文化實在是差異太大了 我想大概首都人應該都會有這種 莫名其妙的自傲感 其實我觀察台北人也是一樣 例如說你不是台北人 你搭捷運就會有種焦慮 你不曉得要從綠色叉叉 或紅色叉叉進去 或者你根本沒有發現到 於是你在那裡搭捷運卡的時候 其實你就破壞了台北的節奏 因為你站在那裡堵住大家 然後你在搭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就會旁邊繞過去 就會發出一個聲音 好就 如果你要搭 你要摸你要那麼久 你要三秒鐘 你就站到旁邊去 讓大家很快很快 反正大家要上班這樣 這個就是一種台北人 莫名其妙的自傲 因為他已經在那個秩序裡面 如果你去破壞他的秩序 他在內通常希望 不知道要往哪裡走 那台北之戰真的是迷宮 連台北人可能都覺得那是迷宮 好所以金派其實也是這樣 他們自以為非常的有文化有禮貌 他們是看不起在北京之外的所有人 完全看不起 包括上海是更看不起 因為他們都覺得上海是沒文化的 雖然很先進 但是就是一群有銅臭味的人 好 那在沈從文的觀察 沈從文不是一個這樣的有自傲的人 但是我們從他在北京這麼久的時間來看到 他就是以傳統文化自居而且自傲 那個自傲不是說他的行為 而是說一種心理的狀態 他希望把中國傳統文化能夠好好發揚 而去抵抗上海的那些 比較西方的先進的資本主義的那些東西 所以沈從文他是用一種比較軟性的文化的姿態 想要改造這個世界 但各位知道要用文化來改造這個世界 真的是很慢而且比較沒有效率 改造世界通常要靠戰爭革命跟政治家 文學家文化家 藝術創作者可能沒有辦法去參與到那個改革的有效率的行為 但是沈從文依舊在做這樣的事情 好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他關心一個傳統非常非常過分的一個制度 叫做童養錫 童養錫到底是誰發明的 不曉得 反正在中國已經行之有年 其實在台灣大概五六零年代都還有的 一個小女生長大到十幾歲 如果家裡很窮的話 就會被賣到一個有錢人家去 但有錢人家 你賣過去的時候呢 你到底名分是什麼 就是童養錫 你就發現到你的老公只有兩歲 天啊 他已經長大到十四十五歲了 但是老公才兩歲 他根本就是一個嬰兒 所以你要過去當什麼 當他的姐姐 當他的媽媽 當他的妻子 這是一個多麼變態的社會制度 但是在中國 根本就是司空見怪的事情 沈從來要爭編這件事情 他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他是傷害女性的欲望 女性的生涯的 怎麼可以有這種莫名其妙的制度 他是欺負女性的 所以他寫了一篇小說叫做蕭蕭 等一下我們來介紹 好 另外海派 海派就是上海 他犧牲了最先進的 最現代的 最資本主義的養分 所以五光十色 所以非常非常的現實 連作家都是 作家都是要去寫那種 能夠賺大錢的 作家不太管什麼傳統文化 金牌 算得不好 也沒有什麼革命的意思 海派作家的寫作的唯一目的就是 我要靠寫作賺大錢 我要怎麼樣靠寫作賺大錢 我要寫出讀者想看的東西 所以海派作家非常知道讀者想看什麼 讀者通常都想看什麼 就想看人家的八卦 私逆 龜醋骯髒的事情 所以海派的小說通常都在寫 性這件事 性變態 性泛濫 各種各樣亂七八糟的亂倫這些東西 忘讀者太愛看了 所以呢 一本一本的嘲笑書 就在海派作家的首相出現 我們就看到 張之平 葉林鳳、劉納歐牧師、勢志成 這幾個 早輩的張之平、葉林鳳 年輕的大學生 劉納歐牧師、勢志成 他們就開始 進入到海派市場當中去 寫一些跟感官跟性有關的東西 尤其是張之平跟葉林鳳 他們的小說也非常的精彩 我在唸50班的時候呢 有一年大陸的老師來 他叫做范培松 是蘇州大學的老師 他一看到我呢 就 嗯 小鐘 你非常適合研究張之平 我想說 誰啊 誰是張之平 我沒有聽過 就立刻google一下 天啊 張之平出現的是性愛小說家 我想說 老師為什麼覺得我很適合研究張之平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是他已經看透我腦袋的 臥臭鋼臟 是怎麼樣 他有什麼穿透眼什麼的 立刻就變得這個 無地自容 但是我沒有問那個范老師 為什麼我適合研究張之平 於是張之平就 落在我腦袋裡面 非常的深刻 總之呢 海派作家知道 要靠什麼樣的題材 去寫什麼東西去吸引讀者 這個跟傳統文化人自居的金派 是非常不一樣的 當然更 更跟那些熱情的 想要革命的 這些左派的年輕人 是更不一樣的 我們今天第三個重點 不是30年代的海派 是40年代的海派 因為30年代的海派 我覺得在藝術性上面 還不夠 雖然他們已經把當時最新的東西 例如說電影 精神分析 現代主義存在主義 能放的全部都放了 性愛等等 但是我覺得 表現得比較高的是張愛玲 所以我們跳到40年代去看 40年代的年輕作家 20幾歲 張愛玲怎麼樣去看 女性情欲這件事情 有沒有更進步 好我們在討論女性情欲之前 我們要先介紹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西蘇 她是法國非常有名的 一個女性主義者 她的觀點就是從 男性所發展出來的 莫名其妙的 二元對立的觀點 來打破 這個世界其實不是長這個樣子的 在父權男性的社會 通常都會用二元對立的觀點 去建立這個世界 例如說 男性 古今中華 都把男性視為是太陽 而女性視為是月亮 想說為什麼 憑什麼 為什麼女性不可以是太陽 而男性不可以是月亮 不知道 反正古今中華的男性 都覺得自己是太陽 那個帶來生命 帶來光明積極意義的 那是男性 是第一個 第一位階的 叫第一性 而女性就是那個次要的 從屬的 幫男性被分配完太陽之後 那你就剩下那個陰柔的 黑暗當中的 比較溫柔的那種 叫做月亮 其實西蘇就覺得 這個世界其實不是這樣 這個是男性發明的東西 為什麼白天叫做陽性 為什麼黑夜叫做陰性 為什麼理性跟連結的是男性 為什麼感性連結的是女性 為什麼是這樣 其實不是這樣子 不一定是這樣 所以西蘇就告訴大家說 女性要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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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力量呢 歸還給女性本身 女性有她的能力 跟資格去重建這個世界 一直有能力 她的歡樂 她的喉舌 以及她那個一直被封鎖著的 巨大的身體的領域 西蘇這個時代 大概是在1960年代了 其實已經很晚了 西蘇帶領著大家 告訴所有的女性 男性創作者說 女性要寫自己的身體 因為你自己的身體 就是被父權社會欺負了幾千年的場所 你要藉由這個場所去反撲 男性的社會 你要用男性的語言去反撲 男性的語言所建立起來的文化 因為你沒有自己的語言的 所有的語言 大部分都是男性建立的 所以男性就會把 男性是主要的主體性的 女性是從屬的 這個概念放在語言當中 不自覺的 中文裡面有很多 對女性的不公平 那法文裡面更多 凡是分陰陽的那種語系 是更多的 所以呢 西蘇的觀點就是說 既然如此 我們就用男性的語言 但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從自己的身體出發 用他們的武器去抵抗他們 這個是在陰性書寫當中 很重要的姿態 去寫那個巨大的身體的領域 所以你必須要描寫自己的身體 感官 欲望 意識 潛意識 夢境 記憶 想像 這些你身體 散發出來的所有的訊號 你要去描寫它 即使它不成文法 即使它沒有辦法去符合男性文化所要求的 簡潔銀白 單一 直率 或者是首尾呼應 或者是起承轉合 這些都是男性文化所發明的東西 各位知道寫作 以前我們中學的時候 老師教我們寫作文 就是這幾招 有沒有 首尾呼應 起承轉合 分四段 有沒有 例子放在第三段 第一段要開頭 第二段承接那個開頭 第三段舉例舉例舉例 提示在首尾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寫 真是莫名其妙 如果創作這樣寫 文學就完蛋 這樣好了 那是作文才可以這樣寫 但是作文為什麼跟創作都不一樣 不要來問我 你去問作家好了 作家絕對要去挑戰這個東西 當你的寫作模式化了之後 對於創作絕對不是一件好事情 誰告訴你 你寫作的時候一定要這些東西 沒有的 所以你要從書寫 要從自己身體去發書出來 我介紹另外一個法國女作家 這個我更喜歡 他叫做伊瑞格蘭 伊瑞格蘭就告訴大家說 你要創造出一種 女人說話的方式 叫做女人化 女人化就是從你自己身體出發 各位知道男性身體跟女性身體 最大的不同就是生殖器官 男性的身體器官就是單一的 直接的 具有攻擊性的 那女性的身體器官呢 它就是雙數的 它有多元的 它未必集中在那個點上面 它未必具有攻擊性 它可能更有容受力 這個是男女身體上面的不同 所以 那個法國的女性主義者 叫做伊瑞格蘭 他就說 你不要去規定 女性說話 一定要非常的直接 清楚 單一 直達目的 不要 你要去欣賞 女性說話的那種 迂迴 她會 纏繞 明明說東 她先說西 明明想說A 她先說B 先說C 先說D 然後再回到A 女性說話的方式是像水一樣的 不停的轉換 不停的翻面 不停的迂迴 纏繞的 你去 你坐在這巴克 你去聽兩個女人的談話就是這樣 你去記錄她們的 對話的結構 就說她媳婦怎樣怎樣 然後就討論她老公 怎樣怎樣怎樣 又回到她媳婦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你不知道 你老公又怎樣怎樣 女兒又怎樣怎樣 又回到媳婦 她就是一種水性的流動性的 她絕對不是 一段老公說完 再說一段媳婦 然後再說一段什麼 沒有這種東西 這就是女性表達的方法 西蘇跟伊瑞格萊都告訴大家 你要從身體出發去 發展這種表達的方法 不要跟男性的那個東西一樣 等一下我們來看丁玲 她就 我覺得丁玲之所以厲害的地方就是 她幾乎領先了50年 就開始去發展這種 很私密的女性身體的感官跟欲望 等一下給各位看一些例子 好西蘇就是說 你的創作的東西跟你的肉體的生理的娛樂 必須要連在一起 你要去觀察自己的性感帶 那個快感的來源 從這些快感來源去發展你的說話的方式 一般來說 男生的耳朵 並沒有那麼大的敏感性 例如說你去吹一個男性耳朵的後面 她說你幹嘛 沒有任何快感 但是聽說 聽說 女性的耳朵是有非常敏感的神經 跟男性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去挑逗 去輕忽她的那個耳朵後面 女性是會一下跳起來的 所以這次真的是男性女性身體的不一樣 也就是在生理上面 所建立起來的那種秩序 以及觀察世界表達世界的方式 都是不一樣的 好所以西蘇就告訴大家說 寂寞的詞語 不要小看你所用的那些 看似不會發出聲音來的詞語 這些詞語都在女性的身體裡面 將自己傳遞給瘋狂的協議 歡快的協議 如果你去發展這個東西 你就會 第一個 很舒暢 第二個 會有很多書寫的快樂 第三個 你會帶給更多的讀者 一種共感 那這個是完全規避 不去理會 男性所發明的那種 首尾呼應跟氣神專合的文學規範 好我們要來看丁寧 丁寧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而且有氣質 好我們選的是這篇 他最有名的短篇小說 叫做沙菲武士的日記 今天我們就找來看 非常的精彩 他在說一個女生叫做沙菲 大概是二十幾歲 他陷膩在對於男性的欲望當中 他會去欣賞高挑的很帥的很漂亮的男生 而且他很勇敢的跟他的朋友說 他陷入在裡面 他朋友就安慰他 他朋友很多 第一個叫做偉弟 偉弟其實不是弟弟 是比沙菲還大幾歲 但是腦袋是比沙菲幼稚很多的 各位知道男性永遠是幼稚於女生的 你看國小女生 國小女生五六年級 其實就已經很成熟 很聰明 都考第一名 而那些男性 就像那個營養不良的 怎麼那麼矮 然後沒有辦法跟女生在智慧上面抗衡 我覺得有點悶 我想各位有沒有覺得 我覺得越來越熱 好悶 對 好這個偉弟是一個比較幼稚的 他是需要姐姐保護的 所以他就一直來跟沙菲聊天 跟沙菲訴苦 他們彼此訴苦 那沙菲也用一種姐姐的姿態 來照顧這個偉弟 但是告訴偉弟說 我們絕對不可能在一起 我不會喜歡像你這種 可能 心智年齡比較小的 沙菲喜歡 比較成熟的 或者是他理想當中的 就不是偉弟 那款滴滴心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女性的朋友 叫做玉芳 玉芳常常的跟沙菲聊天 徹夜聊天 所以玉芳是幾乎是 唯一的女性的好朋友 那玉芳有一個男朋友 叫做雲林 以及我們的這篇想說的男主角 叫做林吉士 林吉士 林吉士是一個南洋人 可能輪廓很深 皮膚黑黑 非常的健康 有響光的那種 林吉士 他英文說得很好 所以當沙菲一碰到林吉士的時候 沙菲就煞到林吉士 哇 怎麼世界上有這麼漂亮的一個男生 所以就一見終結 但是又不能夠說 所以就跟很多朋友說 我陷入了這個愛玉的苦惱裡面 好 怎樣去接近林吉士呢 就跟林吉士說 欸我想要補習英文 林吉士英文很好 那林吉士就說 好啊 我們找時間來補 一個敏感的女性 是不會再問第二次 他一定要等這個男生說 欸你不是說要幫你補英文嗎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女性才會說 喔對 假裝忘記 喔對 我們要開始補英文 這個就是一種奇異的自尊 如果你提了一次 再提第二次的時候 你就會太主動 對於 對於傳統女性來說 這是有點丟臉的事情 所以林吉士就問說 欸我們不是要補英文嗎 其實根本就不是補英文 他只是要比較靠近林吉士而已 好我們來看這些句子 我能夠告訴人嗎 我內心的欲望 我是用一種小兒要糖果的心情 在望著那個惹人的兩個小東西嗎 什麼叫做兩個小東西 就是林吉士的嘴唇 嘴唇很漂亮 油光光的 他希望有一天 林吉士的嘴唇 能夠跟沙妃的嘴唇合在一起 哇能夠把這種接吻的欲望寫出來 丁林真的是非常的領先 其實在20年代 大家其實也都還不太知道 白話小說要怎麼寫的時候 其實白話文才剛剛發展10年的時候 丁林已經可以用一種很成熟流暢的 書寫女性欲望的方式來呈現這些東西 但我知道在這個社會裡面是不許 不會准許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那個東西 來滿足我的衝動 所以他看到了自己身體的那個衝動 他一直在壓抑住自己身體的衝動 我的慾望 無論這個是愚人並不損害的事 我沒有去做 對我呢其實也沒什麼錯 但是我可以感覺到 那個欲望在我的心裡面 不停的翻腳讓我掙扎痛苦 那個來源就是零極式 所以我只得忍耐著低下頭去 默默的去念那個名片上面的字 哇零極式 哇新加坡來的一個有錢的高高的 皮膚是金黃色的 陽光曬過的一個很美很美的男子 來自於新加坡 難道我能說得上我是愛上的那個南洋人嗎 關於有沒有愛 他沒有辦法確定 但是他確定那個欲望是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丁丁開始處理愛跟欲望 在女性的身體裡面 它可以是兩件事情 那個欲望是一種 想要跟他發生肉體關係的那種身體的愉悅 但是如果是愛的話 他可能要斟酌可能要考慮的 我還一絲一毫都不知道他的 其實根本也不認識他 什麼那嘴唇那眉傷那眼角那個指尖 那個多無意識的東西 我對他的欲望就是來自於一個無意識的 一個神秘的地方 我真的不曉得為什麼被他迷惑 其實這個男生是一個草包 沒什麼文化的 跟他聊天起來呢 也沒有什麼交集 因為莎菲是一個知識女性 而他一眼就看穿那個南洋來的臨機師 就是長得很漂亮 但是在文化在階層在話題上面 根本是不搭嘎的兩個人 但是莎菲確定可以從那個身體 去得到一些生理的快感 他知道有這件事情 他說那個是來自無意識的東西 女生常常就會問男朋友說 說你到底喜歡我哪裡 今天說三點 男生就會很焦慮 那到底哪裡 他自己也不知道 就說頭髮好了 女生就生氣 女生真的很愛生氣 什麼頭髮 那如果我李光草就不愛我了 是不是是不是 那你就說那不是 那是嘴唇好了 什麼嘴唇 如果我嘴唇乾掉 你就不愛我 是不是 那臉好了 那如果我毀容 你就不愛我了 是不是 男生不要陷入這個 女生的陷阱裡面 男生最好的答案是什麼 就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就是喜歡你 我不知道 哪裡喜歡你 女性一定 方心大怨 這個就是丁人說的 那個無意識 我就不知道 反正呢 就是來自於我的無意識 我一看到你 我就喜歡跟你在一起 我根本說不出原因來的 這個是最好的答案 目前 如果還有男士 還有更好的答案 提供我 好 這並不是一個人 所應該必須的事情 我著謀了 天啊 會想到那個上面 什麼叫那個上面 那個就是心 我絕技 不搬家了 我要讓林吉士來找我 一心一意來養病 而且我要裝病 也不是裝病 他心裡真的很痛苦 但是他會用一些 生理的爭厚 來表現在他的朋友面前 例如說頭痛 例如說嘔吐 例如說各式各樣的不舒服 一下瘋狂 一下矛盾 各位知道林吉士 去到沙菲家的時候 就問沙菲說 欸你那個 有一張照片 一個小女孩 那個小女孩是誰 林吉士就隨口問問 其實那個小女孩 只是沙菲的一個子女而已 但是沙菲居然說 那是我女兒啊 很驕傲 嚇死你 你不知道嗎 但是話一說出口 他立刻後悔 因為如果你有女兒 就會讓林吉士退去 蛤 你有女兒 那你可能不是處女 你可能有複雜的家庭關係 你還有前夫 你還有前夫的家庭 你還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所以沙菲話一說出去 第一個是驕傲快樂 我贏過你征服你 你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天啊 後悔我幹嘛要騙她 那種矛盾性 在這篇小說裡面 有很多地方 也就是她沒有辦法理解自己的行為 到底在幹什麼 她是陷入一種迷惘當中的一個女性 好也就是她規避的是 男性的那個頭腦清楚 理性發達的 那樣子的被稱取的 一種女性的狀態 丁琳就刻意要寫出那種 曖昧模糊掙扎矛盾 來呈現跟男性世界所要的女性 是完全不一樣的女性 我決定了我懊悔 我懊悔我白天所做的一切 那些都不是我想做的 但是我每一次看到她 我就會做出來 其實很多女性在談戀愛也是這樣 你明明希望男朋友來看你 非常的希望 但是只要她一來 滾出去 然後就在門後落淚 為什麼要把她趕走這樣 那你不是自己明明把她趕走 那你又在做這些事情 這就是一種女生常常會做的 其實男生也會 就是非理性 其實是人一種很可愛很珍貴的東西 一個震驚的女人做不出來的事 為什麼會對她的身體有一種 寄予想望想像 她真的沒有辦法控制住自己的身體 而丁琳就把這種女性的欲望 通過這些很誠實的文字展露出來 我們再看一個句子 這個女性的一種 莫名其妙的征服感 她說我要那個東西 我要性這個東西 我還不願意去取得 雖然我要 但是現在我可能還不要 這有矛盾嗎 男人聽得懂女人在說什麼嗎 應該聽得懂 就是說她要 但是她可以決定什麼時候要 不是現在 男人要聽懂 我務必想方設計 要讓她自己送過來 絕對不是我問第二次 絕對不是我主動去陷上我的身體 是我要讓你自己過來 你自己去問說 你不是要補英文 你不是要怎麼樣怎麼樣 是的 我了解我自己 不過就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 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的身上 這個也有別於傳統女性的一種姿態 因為中國傳統的社會要求女性的是一種被動性 一種被征服或者是被消費 女性絕對不可能是主動的消費者或者是征服者 但是在丁林的小說裡面 她已經能夠把20年代知識女性的 想要反撲男性社會的一種想望寫出來 我要佔有她 我要她無條件的獻上她的心 跪著求我撕給她她的文 好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露骨 而且很生理化的一種寫作 我覺得是非常有價值的 因為在當時幾乎是找不到像丁林一個這麼有勇氣的 能夠把女性的慾望書寫出來的女作家 好 假使她能把我緊緊的擁抱著 她在想像她們在床子當中發生的事情 讓我穩辨她全身的話 然後她把我丟下海去丟下火去 我都甘焉了 我沒有很愛她喔 我沒有很了解她 但是我願意跟她發生性關係 如果我跟她發生性關係 我可以犧牲我的一切 儘管她就丟下我 把我丟到海裡面丟到火裡面 我都甘之如意的 這種 哇 20年代女性怎麼敢寫出來 真的要鼓鼓掌的 因為 這個就是一種很勇敢誠實的迷信欲望 我都會快樂的閉著眼睛 等待她可以永久寶藏我那 愛情的死的到來 她也可以遇見 林情是終究不是她最理想的那個對象 在精神上真的沒有辦法對焦 但是呢 她是願意為她死去的 好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在28年丁玲所寫出來的 沙妃女士的日記 距離今天已經有 一百年 將快要一百年的時間 如果是你 你敢在21世紀的今天 寫這樣的小說嗎 其實我自己都 可能還要考慮一下 什麼 大家就會用很奇怪的眼光看 怎麼慾望那麼多 感覺那麼多 怎麼這麼多問題這樣子 但你想一百年以前 那個剛剛從清朝變成民國的那個時候 丁玲就已經敢去領先 而且她也看到這個東西的價值 也許她受到很多的踏迫 但是她知道 那個真的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就女性的欲望的書寫 好最後我們看到這句話 假使有那麼一天我和她的嘴唇 合在一起的話 密密的合在一起 那我的身體就從這個 新的狂笑中 瓦解去也願意 其實單單的能獲得騎士一般的 她一直在歌頌那個 靈級士的整個姿態 像一個騎士 一個歐洲的騎士一樣 這麼樣的風姿奪人 很漂亮的一個男生 好 騎士一般的那個人的溫柔的撫摸 我只要享受到她的那個手的溫度 那個撫摸 我一輩子好像就值得 其實我們現在看什麼 很多少女在迷那個韓星 有沒有 就摸一下就哭了 我想說天啊到底發生什麼事 之前 大概二三十年前吧 寒風剛剛開始要興起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太對勁 因為跟我的美學價值觀真的差好多 因為大家在迷那個東極戀歌 可能在座都不知道 那個可能有一點鬍鬚 有一點擺頭髮都會知道 東極戀歌 那個男生叫做什麼 裴永俊 我想說到底 是一個什麼樣爵士的帥哥 在演一個什麼韓劇 然後風靡所有的少奶 那些少奶們其實都是上班族 就圍在那個機場 一兩千人在看那位 啊 裴永 他們不叫裴永俊 永漾 永漾永漾 我想說到底是誰 那你看啊 怎麼長這樣 就笑非常的燦爛 就是一個奶油小生 這跟我的想像差很多 我以為是什麼 極陽剛 極俊帥 例如說像以前什麼 呃 秦祥林 真的是 我怎麼腦袋裡面冒出這個名字 就是那種比較陽剛 我們會覺得 哇這就是 一線小生的那個形象 怎麼會是長那樣 頭髮捲捲 然後笑那麼開 一個這麼白的 那麼嫩的 那麼奶的一個男生 我就覺得 大概是我不對吧 好 因為整個世界都那個樣子的時候 應該是我的問題 好 所以現在越來越誇張 這個韓星都會塗口紅 都會摩粉 然後跳 很帥的舞蹈 但是整個形象是 陰人化的 這跟丁林要的這種 很陽剛的 其實已經也有一百年的差距 好 丁林說 他說沙菲是願意的 在某一次的碰觸 某一次的性行為當中 他是願意付出一切 但不是愛 那是一種身體上面的快樂 好 我覺得丁林非常可惜的是 這樣的書寫並沒有持續 因為他在他的第一本小說叫 《在黑暗的中》當中呢 去呈現了這樣的一種女性的書寫 我覺得如果他再繼續發展下去 絕對絕對會是世界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女性書寫者 但是很可惜的是 大概40年代 丁林就轉向 成為一個去符合男性的 父權社會的 或是陽性的 寫作典律的這種作家 也就是他寫的就會跟政治 革命 或者是毛澤東所要的那種 無產階級 左派的東西 會符合的 比較密切 比較跟男性作家寫的東西 雷同的東西 我覺得真的太可惜 真的太可惜 因為丁林他後面寫出的作品 都具有越來越濃的政治性 例如說我在霞村的時候 或者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你看到這個書名就是非常的正直 那個太陽就是左派的太陽 照在那個河流 河流象徵生命 也就是那個共產黨 為這個世界帶來的生命 我們要去信仰共產黨的領導 去福音黨的所有的作為 去陷在那個國民黨跟共產黨的那種交惡當中 那個女性個體的解放的 或是對於身體的某種觀察的 的那個丁林不見 我覺得真的是一件太可惜的事情 好 沈從文 同一個年代 就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的時候 沈從文出現 我們剛才說她是金派的姿態 用這種傳統文化維護者的姿態 來觀察女性在當時的處境 好 所以沈從文她的角度就是社會規範 也就是她會注意到同樣習近的事情 她就是一個文化的爭吼 好 蕭蕭 蕭蕭是一個女生 大概也就是12歲 她有一天就被逼著坐到花角裡面去 她沒有爸媽 她的叔叔伯伯就跟她說 欸你要出教囉 把你賣掉囉 賣到哪一戶人家 不重要 反正你就嫁過去 蕭蕭並沒有哭耶 一般的 坐在教子裡面的新娘都會哭 因為跟爸媽就從此要分別了 跟那個親愛的家庭分別了 但是蕭蕭沒有哭 原因就是因為 她跟那個家也沒有什麼太密切的關係 她沒有從那個家裡面得到太多的愛 所以想說 從一個家的勞動 到另外一個家的勞動 其實也沒有差 也就是要做一些勞動的事情 好 一生她就嫁過去了 嫁過去就發現到她丈夫兩歲半 小小12歲 大概就差了10年 所以我剛才說 要當她的媽媽 當她的姐姐 當她的太太 好 好 但是蕭蕭文要處理的是女性的欲望 青春期12歲的女性 開始對男性異性 有一些奇怪的想望 這些想望 會在她的夢境當中出現 所以我們來看 蕭蕭怎麼樣去描寫 蕭蕭她開始對於自己身體 有點蠢動 有一點不太一樣的東西 在那裡萌芽那種感覺 到了夜裡睡覺 便常常做 這種年齡人所做的夢 什麼叫這種年齡人 青春期 對於男生 對女生 對異性 有一些不太一樣的觀點 夢到後門 這後門當然是帶有心安事的 角落或別的什麼地方 減得大把大把的銅錢 吃好東西 爬樹 爬樹在佛洛伊德裡面呢 也是一個帶有心安事的東西 自己變成魚 魚跟水 更是一種心安事 到處溜 或一時仿佛自己身體 很小很輕 飛到天上重心中 沒有一個人 只是一片白 一片金光 於是大海 媽 這就是她失落的東西 她從小沒有的東西 人就嚇醒了 醒來之後心還在跳 怎麼會做這樣奇怪的夢 為什麼我一直在爬樹 為什麼我變成了魚 在水裡面游 這都帶有一種慾望 好 然後呢 她也不以為意 反正當時她也覺得說 夢境沒有什麼意義 好 於是蕭蕭聽著卻不作聲 只是咕咕的笑 但她發現到自己身體 已經不一樣了 後來蕭蕭跟一個 他們家的長宮 發生了關係 這個長宮叫花狗 不是真的狗 就是沈從來沒有那麼前衛 人跟狗 沒有話 那個花狗是一個男生 花狗是一個24歲的一個男生 他希望跟蕭蕭發生關係 所以他就騙蕭蕭 我們來到那個山的後面去 我來跟你說一個笑話 我來跟你唱一個歌 那個笑話跟歌都是黃色的 但是蕭蕭聽不懂 只覺得怪怪的 就怪叔叔 但是天天都跟他在一起 還有一個什麼樣的對話呢 蕭蕭開始去欣賞花狗的肩膀很寬 這件事情 也就是男生的身體 他開始注意到 喔那個身體是漂亮的 於是就跟花狗說 欸你肩膀很寬大 花狗就說 我還有其他地方更寬大 你一聽就是 逼性騷擾打性騷擾電話 但是當時並沒有 蕭蕭並沒有受教育 也沒有電話 所以他就 喔你在說什麼聽不太懂 那花狗就一直用這些語言的挑逗 就想要讓蕭蕭能夠跟他發生關係 果然發生關係了 我們就要看這個很很保守的 金派的小說家沈從文 怎麼樣去寫他們發生關係的那個 身體慾望 終於有一天蕭蕭就這樣 給花狗把心竅子攤開 變成婦人 啊就這句話而已 那說欸 那觀眾想看的那個細節呢 沒有 就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丁玲有多麼的勇敢 上萬字的去寫自己的身體 但是沈從文 即使他是男性 他就這樣一句話帶過 就他們就發生關係 那個時節丈夫就 小丈夫兩歲半 就走到山下去採草莓去了 花狗就唱了很多歌 後面呢去向蕭蕭說 交渣門前一重波 別人走少 狼走多 就是有男生不停在你的窗前移動 鐵打草鞋穿爛了 不是為你為哪個 當然是帶有一種性暗示 就是說 你窗前怎麼那麼多男生在徘徊 你是不是做了什麼事情 莫良卻向蕭蕭說 我問你睡不著覺耶 我們要不要來發生一些關係 好真的發生關係 我們來看沈從文 用一種電影的技巧來呈現 一邊小丈夫在做什麼 一邊蕭蕭在幹什麼 他又說他賭咒不馬這件事情 告訴別人 聽了這些話 人人不懂 省得蕭蕭 因為沒受教育 眼睛只注意到他那一對粗粗的手把 那個寬闊的肩膀 他常常欣賞 耳朵只注意到他最後的一句話 莫良花狗 就又唱歌給他聽 花狗大了 不是那個大便離在一起 是花狗大便幽 斷絕對斷好 他心裡就亂了 他要他當真對天詛咒 詛咒就有保障 就是說我們發生關係 如果真的懷孕的話 你要怎麼辦 你要帶我走啊 我就是你的人呢 你要帶我走 那一度有承諾 但是花狗大呢 並沒有給笑笑承諾 你知道花狗大多過福嗎 花狗大就消失於人間 從此消失 就人間蒸發 太過分了 把所有問題就丟給笑笑 笑笑懷孕了 他就一切盡他了 到丈夫反生時 到這個小丈夫 小丈夫就在山的另外一邊 笑笑在跟花狗大 做那件事情 在山的另外一邊 沈丞溫就用剪接的方式 一下看小丈夫 一下看笑笑 然後小丈夫走回來的時候呢 就被麻麻蟲遮傷了 這當然是性暗事 這個麻麻蟲也就是 肖肖在另外一個山頭 跟花狗大做的事情 好 肖肖捏緊了這隻小手 用口去喝他損他 想起剛才的糊塗事 這內心是非常愧疚的 所以你可以想見一個男性作家 面對女性欲望女性 在父權社會裡面做錯事 女性是有愧疚感 有內疚感的 你怎麼可以沒有等你的 那個2.5歲的老公長大 你才發生關係 你怎麼可以今天 就跟花狗發生關係 你應該要內疚 所以他就寫 笑笑心裡面是內疚的 然後特別的去呵護那隻手指 那個手指當然也是一種性暗事 男性的身體 才彷彿明白自己做了一點 不太好的糊塗事 這個就是金派小說家 在描述女性的欲望 你看這麼的保守 這麼樣的忽略 這麼樣的沒有感官 沒有潛意識 他就是一種現實的書寫 我們看到他的行為 但是我們進不去 蕭蕭的意識跟潛意識 這個就是一種在 女性書寫上面的巨大的落差 我們不是說沈崇溫不好 而是說 沈崇溫以一個男性的身體去想像 他要幫女性欲望 在說話的時候 他大概能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從文化的 從彭曉席的角度去看 女性的處境 他可以揭露 但是他碰不到的是 女性身體的感官那個東西 那也只有女性才能夠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因為男性他就是沒有女性的身體 那個多元的感官的身體 好 在後方省事呢 稍稍就懷孕了 就被他發現了 這件事情對於一個傳統女性來說 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兩條路 一條就是把你賣掉 因為你本來就是買來的 就把你賣掉 但是賣不出去 因為沒有人要一個帶球走的 二手的 所以就賣不出去 那第二個就是禁豬籠 什麼禁豬籠 禁豬籠 就是把你關到一個籠子裡面 身上可能還放石頭 把你推到誰裡面去 就結束了 你就死在河裡面 永遠浮不上來 這就是一天出軌的女性的下場 好可憐喔 女性為什麼 為什麼男性可以娶一個 娶兩個娶三個 可以三七四千 女性一天出軌都不可以喔 都不可以 這非常的不公平 好 那蕭蕭比較幸運 蕭蕭因為勞動力很強 人員也很好 所以大家第一個賣不出去 第二個 阿金豬籠太殘忍了吧 那就讓他慢慢的在這裡 繼續做勞動 真的肚子大到不行的時候 就讓他生好了 那我沒想到 居然生一個男的 哇拍拍手 好厲害 傳統社會當中 只要一個女性的身體 會生男生 那就你的家庭的地位 就扶搖直上 就你這個身體 是會生男生的身體 因為當時不知道 生男生生女生是男性的精子決定 而不是女性身體 所以 女性承受了幾千年的 父權社會的壓榨 都一直在怪你 沒辦法生男的換掉 沒辦法生男的換掉 這就是女性的悲劇 還好 我們的蕭蕭生一個男的 好可愛喔 胖胖白白的 大家就想說 不要賣掉吧 不要進豬籠吧 那我們就留著吧 所以蕭蕭就跟 她的 她跟花狗的那個 兒子呢 慢慢的長大 因為 大家都在期待那個2.5 長大之後呢 蕭蕭也可以跟這個2.5 生男的 所以真的等到這個2.5 12歲 有能力的時候 她就跟蕭蕭 蕭蕭已經24歲了 就跟蕭蕭 又生了一個男的 所以蕭蕭在家裡面 地位又升級 她連生了兩個男生 所以蕭蕭就不用被賣掉 就不用被禁豬籠 我們小說要結束了 小說就結束在 蕭蕭抱著她的 第二個男孩 看著她的第一個男孩 那個第一個男孩 也才很年輕而已 就大概幾歲而已 又娶了一個童陽喜進來 小說結束 哇這個結束太漂亮了 票房在哪裡你知道嗎 又一個新的小小親愛 這個傳統女性的悲劇 是不會結束的 如果你沒有看到這個社會 奇怪的社會制度 奇怪的童陽喜的結構 你沒有辦法改變中國的社會 所以讀完這篇小說 我們一定要知道 那個童陽喜 是真的是欺負女性的 怎麼可以讓一個女性 十幾歲去嫁給一個嬰兒 這到底是什麼 畸形的社會 但是她卻用一種喜劇的方式 然後你看 哥哥又娶媳婦了 不是有了 哥哥娶媳婦了 然後那個童陽喜進來 她好開心 因為家裡面又多了一個人 來幫助她勞動 然後她老大也有一個太太 這就是沈從文厲害的地方 沈從文最擅長的 就是無視的悲劇 她寫的故事都沒有什麼特殊的 特別的 什麼一定要什麼魔法 一定要發生什麼 大風大浪的 千回萬轉的情節都沒有 她就寫一般人 平凡人 平凡日子裡面發生的 平凡的事情 但是就在那個平凡裡面 的奏折當中 我們會看到這個社會的問題 文化的問題 這個是沈從文最厲害的地方 沈從文的作品很多 她幾乎是在現代學史上 產量最多的作家 她有八十多本作品 各位啊 八十多本 你一年寫一本 你要從一歲前到八十幾歲 所以她是一年寫好多本 中國大陸作家 真的是用生命在寫作的 你知道莫言 莫言就是第一個 以中國的身份 拿到諾貝文學獎 她可以三個月 寫一本長篇小說 她更厲害的是 她可以每三個月 寫一本長篇小說 台灣的作家 一本大概十年 例如說朱天文 她的《荒人手記》 1994 到她的《無言》 十年之後才出一本 當然很精彩 但是莫言的能量是三個月 而且品質一本比一本好 那真的是用生命在寫作 好 接下來我們來進入到第三個人 叫做張愛玲 張愛玲她晚了 我們剛才提到的勇敢的丁鈴 跟文化的寫從文 待晚了十年 張愛玲在1943年 才開始進入到上海的文壇 被視為是一個通俗作家 因為張愛玲的作品 都發表在通俗的刊物 紫柏蘭啊 雜誌啊 這些很多讀者的刊物 所以大家都誤認為 張愛玲就是一個通俗作家 因為張愛玲唯一寫作的目標 就是賺錢 跟一般的上海作家 沒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張愛玲不一樣的是 他的藝術性是很高的 當時大家可能 並沒有人去挖掘這個東西 只覺得他的文筆很漂亮 很吸引讀者而已 好 我們看到他的三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左邊的 非常酷的傳奇的封面 這個綠色的 藍綠色的版本呢 四天就絕版了 賣完了 所以立刻就換封面 各位知道CT廠換封面 裡面其實歌都一樣 了不起再加一首 然後你要再去買 張愛玲早在40年代 就做這種事情 就換封面重新上行 那你為了那個封面 就要再買一本 第二個封面 蔥綠配桃紅 一個藍綠色的底 加上桃紅色的 像波浪一樣的紋路 這個是張愛玲的寫作觀 這個寫作觀是 人性 在張愛玲底下的所有的人 都是蔥綠配桃紅 什麼叫蔥綠配桃紅呢 蔥綠色各位知道 他不是正綠色 他是組合 挫雜的顏色 產生的 桃紅也是一樣 你把兩個挫雜的 不是正色的顏色 又放在一起 又放在一起 這個是張愛玲的世界觀 他覺得他要形塑的這些小說人物 絕對不要是大是大非 大黑大白 大善大惡 他絕對不要這種 他覺得那些是英雄神話 那是虛構的歷史 他發現到的人都是灰色的 有一點善良 有一點邪惡 有一點壞念頭 但是又會做出一些 很值得稱頌的事情 做了一些壞事 但其實他的心地 有的時候是好的 像這種稱癡的人生 這個是張愛玲的寫作的目標 所以不夠成熟的人 在讀完張愛玲之後 你不曉得他 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其實問好人跟壞人 是小朋友才會問的 大人其實不會問的 小朋友都要確定 這個故事裡面 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他才看得懂這個故事 但是大人不需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當你創作的時候 如果你創造出一個 極壞極壞的 沒有任何優點 或是極好極好 沒有任何缺點的人的時候 其實你都是回到童話故事裡面去 你沒有真正看清楚 這個現實當中的圓貌 好 聰明配腦紅 那第三個封面就是 我們要看的這個可怕的封面 一個現代的鬼一樣的女生 看著一個古代的家庭 這個女生比例過大 不像是現實當中的比例 而且是用一種現代的眼光 通過一個窗戶 看向另外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是一個古代的世界 當然的用意是 我們都用一種現代人的眼光 去看一些女性 這些女性雖然活在現代 但是其實她的腦袋還在古代 她要寫出這些女性 那些活在現代 已經是自由民主的時代的 沒有享受到自由民主跟教育的 女性的困境 她要揭露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你問張二玲 你怎麼樣幫她們找出路 張二玲並沒有提供答案 因為張二玲寫作的時候是1940年代 全世界的女性主義 還沒有更多的女性自覺 也沒有像我們剛才看到西蘇那種 女性知道要從自己的身體出發 去抵抗男性社會的時候 你也不能夠要求張二玲 在40年代寫出一個 什麼樣具有女性意識的作品 也不需要 但是張二玲在40年代 確實揭露了在規格當中 在家庭裡面的這些女性的困境 這些女性困境 倒不是說父權社會 強壓在她們腦袋裡面 而是女性內化了 父權社會的這些東西 自己禁錮自己 例如說覺得自己一定要結婚 自己覺得一定要找一個有錢的男人結婚 這其實對張二玲來說 就是女性在禁錮你自己 你為什麼不能夠靠自己 去發揚去發展你的生涯 而你必須要去找一個依靠 你要靠男人 你才能夠看到你自己的生命的意義 你就是說白了書 白了書為什麼一定要跟 叫給伴流員 一定要跟伴流員在一起 就是因為白了書她沒有受教育 她必須要跟一個有錢的男人 她要去搶她妹妹的男人 她才能夠得到下半身的經濟的保障 好我們這一塊的看一下 張二玲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她出了傳奇 1944年最重要的一本短篇小說集 第二個是她是李鴻章的外曾孫女 也就是張二玲的爸爸的爸爸 太太的爸爸是李鴻章 其實沒有很遠 張二玲的爸爸的爸爸是爺爺 爺爺的太太就奶奶 奶奶的爸爸是李鴻章 李鴻章非常有錢 清朝第一大臣 所以應該張家很有錢吧 也沒錯 因為張佩倫爺爺爺爺 也是一個清朝的大臣 但是真的是富不過三代 富不過三代 一傳到張二玲的爸爸那一代 其實江道就已經中落了 張二玲的爸爸就是一個坑老族 他是不去外運工作的 他想說反正江里那麼有錢 他就去抽鴨片 他去養小老婆 他去嫖妓 花錢 但是呢 這個爸爸其實有在做事 他一直在背四十五間 他想說 總有一天 清朝會復辟成功 總有一天 社會會恢復科舉 只要等著那天到來 他一定會考上警示 考上狀元 那一天他就搖眉吐氣 所以他一直在房間裡面 背四十五間 背得滾刮爛熟 德文也非常好 英文也非常好 他等待他發揚的那一天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走錯路 沒有等到那一天 時代是往現代的那條路 慢慢去發展 沒有回到那個清朝跟科舉 所以 他就變成一個廢物了 其實他就是空一集 他很認真地在念書 但是這個社會沒有給他機會 就是說這個社會給他的機會太少了 以至於他沒有辦法考上任何公民的時候 讀書人就會變成 整個社會結構當中的廢物 那什麼事都不能做的 好 另外一個夏之清 夏之清就在當時 19340年代的所有作品當中去挑選 到底哪些作家 是值得被進入到 中國現在小說史裡面去的 我們就看到這本書 在50年代末出現 有魯迅 有巴金 有沈從文 有老舍 這些完全都沒有問題 但是後面突然有一張 叫做張愛玲 大家傻眼 就像說 如果現在大家要票選 誰能夠代表台灣 去角逐諾貝爾的絕獎 居然是吳戴盧當選 然後就覺得啊 為什麼不是簡深 為什麼不是張曉峰 為什麼不是凡仙勇 張大純 怎麼會是吳戴盧 這個感覺就像是 我們打開中國現在小說史 啊 怎麼會有張愛玲 為什麼他可以一張 而且 翻譯一下 張愛玲40頁 魯迅只有20頁 怎麼可以這樣 好 夏至青當然會說服你 所以他就用這本書來說服你 為什麼張愛玲可以進到小說史 而且分量比魯迅還要多一倍 於是很多人就開始重讀張愛玲 就覺得夏至青這麼重要的學者 他不會看走眼的 所以重讀張愛玲 重讀張愛玲 在40年代 50年代 60年代的作品 就發現他不對 張愛玲 除了他發表的作品 是通俗看過之外 他作品好像不是通俗作品 因為通俗作品有一種模式 各位知道嗎 就像瓊瑤那種 就不是男的很有錢 女的很窮 就是女的很有錢 男的很窮 然後一定要在街角撞到 然後就互罵之後 就產生好感一見鍾情 然後就開始談戀愛 談戀愛一定會被家長反對 然後就在那裡死去活來 你拉我扯 最後結婚在一起 然後奔向藍天這樣子 這個是瓊瑤的模式 或在海邊騎馬 或在原野上散步 你追我啊 來追我來追我 這種 這種是一種模式 他摳比一次摳比兩次 摳比三次 其實觀眾都會買單的 好萊塢電影就是這樣 永遠任務都會成功 阿湯哥開飛機 他不會三分鐘就撞死 不會 退票 他一直開到最後 任務成功 他落淚 好精彩 好好看的電影 這就是模式化 其實很多人都喜歡看 重複的故事 小朋友就是 我小時候一直叫我阿姨說故事 我阿姨就說我沒故事了 我就說那你就說以前那個故事 我說了五百次不要再說了 但是小朋友就是要聽重複的故事 他就要一直聽一直聽 我真的不知道我什麼 去問那個心理學家 小朋友喜歡聽 其實不是小朋友 大人也喜歡聽重複的故事 好 張阿琳絕對不是這種路線 他的故事都非常的下沉 沒有走模式化的路線 所以夏之清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批評家 他看到了張愛玲 之所以是他不是通俗文學家的一點 就是張愛玲 他筆下有一個部分叫做 女性情欲的書寫 這個是在當時很珍貴的事情 好那張愛玲在台灣也營造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 居然台灣出現了張愛玲熱 張愛玲跟台灣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他居然進入到台灣文學史 這是一件真的莫名其妙的事情 其實也沒有莫名其妙 因為張愛玲在1961年的時候曾經來過台灣 被夏季安的學生 也就是夏之清的哥哥 所培養出來的那一幫 台大外文系的同學們 例如說白鮮勇、王文新、陳若曦等人 王貞和等人 培養出來一批現代主義的這些作家們 那這批作家從小就從六零年代開始都熟讀張愛玲 也就是因為皇冠出版社出了張愛玲全集在1968年 這個出版社真的很有遠見 因為我覺得皇冠出版社賺大錢都是因為張愛玲 因為每十年就要出一個新的版本 我真的已經搞不太清楚 張愛玲在台灣已經出了多少種版本的書 其實文字都一樣 但是順序不一樣 書的編輯字體都不一樣 所以你為了要去校對 所以你每一種版本都要買 所以有學生問老師那個 《青城之戀》可不可以借我 我就會問他說你要哪一個版本 你要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八零年代 還是最通行的九零年代的版本 還是一零年也有一個版本 二零年也有一個版本 你到底要哪一個版本 如果各位想要研究張愛玲的話 把張愛玲的版本學 是現在還沒有被開發的 也就是說如果像《金索記》 《金索記》它第一次發表 是在1943年的雜誌上面 第二次發表是 張愛玲的《傳奇》那本書 這兩個版本當中的《金索記》 有沒有不一樣 有 因為張愛玲修訂過 所以他出書之後 他會把雜誌的那個版本修訂過 所以修訂了什麼地方 你要去找出來 他為什麼要修訂 以及修訂的那一些美學觀是什麼 你可以去整理出來的 然後《金索記》到了台灣 五零年代又出了一個版本 九零年又出了一個版本 張愛玲校對過的 他是不是又修了文字了 這些其實 我只說金索記 其實每一篇小說都是這樣 都是有一些修訂 而且有的修訂還幾千字的 增加刪除很多 這真的是一個學問 總之呢 張愛玲在台灣居然有非常大的影響 也造成了在台灣的張派作家群 從白鮮勇李昂 他姐姐施暑青 還有到80年代的蘇天文 朱天欣 袁琼 蕭麗宏 蘇偉珍 等等 一票作家 他們這一票全部都拿到當年的 七八零年代聯合報文學獎 十報文學獎 文筆都很像 都很有張愛玲的味道 所以 有人就把他們這一批 叫做張派作家 就受到張愛玲的影響的 年輕的作家 好 我們來看 女性書寫 這個人是曹七巧 是張愛玲自己畫的 如果我們只有一篇的篇幅去讀張愛玲的話 最建議各位讀的就是金索記 金索記寫一個很窮很窮的女生叫做曹七巧 她家裡面在傳統市場裡面賣麻油 一個很小很小不到一瓶的店 賣麻油 基本上傳統女性是沒有機會嫁給有錢人家的公子的 你可能只會被賣去當下人 或是當妾 你不可能變成頭牌太坦 正牌太坦 不可能 但是曹七巧居然有那個命 她哥哥就告訴她說 欸你可以嫁過去 你先當妾 因為她找不到正牌太坦 所以你有可能變成正牌太坦 要不要去 有錢人家欸 一輩子吃喝不盡喔 曹七巧沒得選 她就坐上了轎子 一站過去呢 頭帘子一閒 天啊 她老公是一個重度的殘障 殘障到什麼地步呢 永遠是睡著的 她沒有辦法有力氣 或是有骨頭 可以坐起來 你把服坐起來 她又會溜下去 的那種 所以有點像是植物人 但不是植物人 植物人是沒有說話能力 但那個老公是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但幾乎就是一個植物人了 好 所以當然 這個類似像死屍一般的老公 是沒有辦法提供曹七巧的生理的欲望的 怎麼辦 沒有怎麼辦啊 嫁都嫁了 你還問怎麼辦 女性是不可以有情慾的 或是說女性有情慾這件事情 在父權社會裡面 是不重要的 或是說沒有情慾這件事情 是被父權社會歌頌的 否則 中國傳統社會不會去歌頌一個 老公年輕就死了的一個女性 她守住自己的身體 40年 她的名字會被刻到癥結牌坊上面去 大家很不照 你好厲害 就守了40年 為什麼要去歌頌這件事情 女性就內化了父權社會這個教條說 對我就是要守住 我雖然喜歡她 喜歡她 喜歡她 喜歡賣肉的賣雞的賣蔥牛餅的 我都不可以去表現 因為我要守住 因為那叫做真 那個真 就是女性身體的一個緊箍咒 結也是 一旦這個真結 被視為是 你這個女人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贏或不贏的 那把尺的時候 女性就畏縮不前 我不要當一個被社會踏法的一個大父 所以那我就守 我就痛苦的 痛苦很痛苦的 守住我自己的身體 好 我們曹青橋就是這樣的一個 她沒有辦法從她老公身上 得到任何的生理的快感的 一個女性 雖然她生了一個兒子 生了一個女兒 那也只是一個生殖上面的 傳宗接代而已 那並沒有辦法得到任何的快感 所以曹青橋就把她的生理的快感 轉移到她的老公的弟弟的身上 叫做江濟澤這個 雖然已經結婚 但是曹青橋沒有在管 反正呢就是一個健康 眼睛很漂亮的一個男子 好所以 經所記我覺得重點 其實不是一個什麼樣變態的女性 而是女性的情慾 我覺得這是大家兩個重點 好我們來看這一段 這一段是曹青橋 她想要去碰一下健康男人的大腿 是什麼感覺 因為她從來沒碰過 她想要碰一下 而背上呢就是她的 弟弟的 她老公的弟弟江濟澤 她想去碰 她準備好了 就是今天就是現在 她全身在發抖 好緊張喔 但是她故作悠閒 她先站在江濟澤的椅子的旁邊 故作自然 聊天 手呢 就放在江濟澤的椅背上 故作自然 聊天 然後像江濟澤不注意的時候 立刻就碰下去 碰到 達到目的 她終於感覺到 一個健康男人的大腿 是什麼樣的觸感 江濟澤嚇到 其實這是一個亂倫的行為 你怎麼可以去碰 早上怎麼可以去碰一個大腿 就立刻站起來 就怎麼辦 如果是江濟澤要怎麼辦 江濟澤的決定是 你碰一下 我也碰一下 就好像在跟你玩 就用玩來化解掉那個尷尬 你知道小朋友最喜歡玩的一種優勢就是 我碰一下 碰一下 可以玩到天荒地龍 不知道玩這到底要幹什麼 反正他就是要多碰一下就贏了 所以你碰一下 我也碰一下就這樣 好像在玩 就走了 就結束了 其實就是拒絕 曹西小好痛苦喔 他被拒絕了 於是我們就看到張艾玲帶著他的攝影機 不是真的攝影機喔 而是一種電影的想像 讓我們去看 曹西小此時的處境是什麼 他順著椅子溜下去 坐不住了 蹲在地上 臉震著袖子 聽不見他哭 只看見 然後最後一句話 他的背影一錯一錯 浮浮了下去 他真的就坐不住在抽葉 哭 非常的嚴重 如果是窮妖 窮妖一定是讓張德龍 面對攝影機 或是那個誰 劉雪華 劉雪華 對你們知道 劉雪華 眼睛不能閉了 就那個窮妖女主角是眼睛睜開 然後眼淚哗啦哗啦哗啦這樣流的 天啊老天爺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然後對著攝影機 然後電視機前面的攝影機 那些婦女們就一起落淚 好可憐喔 她從來都沒有享受過 她跟男性之間的肉體的歡愉 但是扎阿玲是一個冷的作家 非常的冷的 有距離的 所以我們就看扎阿玲在一個這麼流暢的身體動作中間 要截斷你的情緒 她截斷 她不要讓你跟她一起哭的 截斷 我們用這個截斷來理解扎阿玲的一種同情 其實這是矛盾 截斷怎麼會是同情 但是扎阿玲確實 她的文壁就是截斷 這個截斷就是一種扎阿玲的一種世界觀 我們來看用什麼東西來結論 用一根髮簪 只看見髮際上插的風涼針 針頭上一粒鑽石的光 閃閃撤動著 因為有錢人家的太太 髮簪上面有一顆鑽石閃光 髮際的心子裡面 那個髮際呢 有一些絲線粉紅絲線 照著一小節的紅絲線 反映在金鋼傳 微紅的光電力 各位想像一下 這裡沒有白板 我準備爆紅 欸 為什麼有白板力 好 各位想像一下 就是一根髮簪寫 上面有一顆鑽石 已經很小了 好 我們要進到那個鑽石裡 去看到 裡面有粉紅絲線 粉倒影 那個粉紅絲線是髮簪的其他部分 倒映在 鑽石裡面的 張耀玲給我們看這個幹什麼 如果你是一個初心的讀者 就說對啊 那有錢啊 帶髮簪啊 髮簪上有鑽石啊 不然你要怎樣 就過去了 過去就過去了 不可以這樣 張耀玲是一個 非常有藝術性想像的作家 所以我們要去理解去詮釋 這根髮簪在說什麼話 如果我們用電影的理論 電影導演在拍特寫鏡頭的時候 絕對是 這個人物的 一身的能量的爆發點 在那張臉上 在那張嘴唇上 在那個眼波裡 那絕對是生命力量的爆發點 如果我們用這個理論去架設在這個 特寫鏡頭一樣的 這麼小的一個東西上面 我們要檢驗 它是不是 曹七巧 生命能量的爆發點 好 所以是 是鑽石跟粉紅絲線的一種 壁質 是外面 裡面的一種壁質 這個壁質 各位想像一下 就可以立刻得到答案 鑽石 是一種很貴的東西 相對來說 粉紅絲線是一種 不貴 甚至於很賤的東西 貴賤 鑽石是一個很亮的東西 閃閃撤動者 而 粉紅絲線是一個沒有光的東西 但是它有什麼 有色 對 它是粉紅色 它有色 鑽石是一個在外面的 粉紅絲線它是在裡面的 它是鎖在裡面的 倒印在裡面的 而鑽石是一個實體 粉紅絲線是一個虛項 它是倒印在鑽石裡面的虛項 所以我們想一想 答案就出來了 那個鑽石就是 曹青巧堂 背負著父權社會 所交代他的金錢與我們 曹哥哥說 你就嫁給那個殘障 等他死 他撐不了多久 等他死 我們曹家就會分到 江家三分之一的財產 因為他們家有三兄弟 你嫁給的是二房 三分之一財產很多 他說家很有錢耶 如果郭台銘要娶你的話 二房 妾 你要忙 郭台銘大概七十多歲 他也撐不了多久 不要送 他頂多就十幾年 二十年 你就撐 你就撐 撐到那一天 你也許可以拿到五十億美金 那也許只是他財產的某一小部分 他大太太可能拿走百分九十 沒關係 我們就五十億美金就好了 零頭就好了 要嗎 你要不要 如果說我要 我立刻說 點頭如搗說 好啊好啊 十幾年 不是咬一咬牙就過了嗎 曹青巧沒得選了 好所以他就去擔負這樣的任務 他的任務就是等待別人死亡 一個完全沒有主動性的一個女生 等待別人死亡 但是曹青巧命不好 他老公沒有那麼快死 所以他就等了十幾年 終於他老公死後分到家 分到家城 但是有沒有人在關心 曹青巧在等待這十幾年當中的痛苦 有沒有人去關心這件事情 張阿玲就是世界上唯一去關心的這個人 那你看 他在這個十幾年的痛苦 就在那個髮簪的鑽石的粉紅絲線裡面 如果這個鑽石就是金錢欲望 父權社會交代他的任務 而那個粉紅絲線 就是纏繞在他心裡面的情欲 我覺得他表現得比丁玲更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丁玲比較直肉 但是張阿玲用意向來呈現女性的欲望 我覺得在藝術上是更高竿的一種選擇 這個女性的情欲是被父權社會架空的 他認為不存在 他只是一個道理 但是我們確實可以感受到 女性情欲那個被壓抑的東西 被虛化了的東西 被放在鑽石裡面 在金錢欲望當中被鎖在裡面 全世界沒有人看到這個孤獨的痛苦的女性的身體的身影 身體的呼救 但是張阿玲看到了 所以張阿玲就用這篇小說來帶你看這個東西 而且他拿著攝影機 特寫鏡頭給你看 你看這就是一個從來沒有感受過 男女歡愛的一個女性 她的身體的痛苦 就在這個鑽石的粉紅絲線的描述裡面 這個就是女性的欲望 好 喬希巧他後來增到家之後變得很有錢 他也要守住這筆錢 他也開始去控制他的兒子跟女兒 他怎麼樣去控制女兒呢 他不要讓女兒出嫁 通常寡母都希望女兒不要出嫁 一輩子陪媽媽 但是女兒並沒有這麼受控 女兒在外面交了一個男朋友 叫做同事房 同事房已經跟女兒長安交往到 長安決定要把同事房帶到家裡面來 認識一下媽媽 我們來看這個金手機結尾 非常可怕的場景 同事房就坐在這男朋友 坐在客廳裡面 他還沒有看到女主人喬希巧 他先跟長安這個女兒的哥哥 就是長白聊天 然後長白就說 我家我來了 這就是我媽媽 同事房回過頭去 只看見門口背著光 再讓你開始想像 用一種視覺化的想像 來塑造曹清巧百年的形象 第一個 門口 為什麼 曹清巧的身體的旁邊要有門 這是一個局限 當你要去描述一個人有局限的時候 門窗鏡子是最好的選擇 一個門把他整個身體框陷住 這是他的牢獄 他的局限 第一個門口 第二個背著光 為什麼要背著光 各位在背光的時候 所拍出來的照片 就是像鬼一樣 就只有人形 一團黑影 而沒有人的特徵 曹清巧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那個門 也有一個像來自於地獄 或者來自於另外一個世界那種感覺 他是一個背著光的一個老太太 你看不清楚喔 穿一件青灰團龍公之斷袍 他在家裡面穿龍袍 家裡面不是要穿內衣嗎 沒有 要穿龍袍 華麗的龍袍登場 因為他已經是家裡面的權力的 像男性 像皇帝一樣的權力的執行者 身邊夾置個兩個高大的女仆 皇帝 好我們看到 雙手捧著大紅熱水袋 這什麼東西喔 Google一下 熱水袋 我們平常也有在用 如果你感冒可能會用 熱水袋就是 維護你的體溫 或者是調節你的體溫的東西 但是其實張愛玲 不是在說這件事情喔 熱水袋這個東西 在19世紀的歐洲 是女性用來自慰的東西 所以曹七巧手上拿的是一個 她平常在自慰的熱水袋 她要拿出來嚇死同事房 所以女性情侶就在這裡 那也就可以想像 在曹七巧慢慢的人生下半生 她老公過世之後 她一輩子就要靠自慰 來解決她自己生理的需求 那這個東西她拿出來見客 當然是為了要去把同事房趕走 我們家就是一個這樣的家庭 你還感受不到嗎 你要進這個家裡面來嗎 勸你趕快離開 門外日色溫滑樓梯上 鋪著紅綠花的紫棄布地衣 一直一直上去 通如沒有光的所在 這就是一個地獄來的 像鬼一樣的 很可怕的一個 有點變態的媽媽 呈現的一個形象 這裡面隱藏的就是 她長久缺席的 空白的女性的慾望 好從這段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張二玲她怎麼樣去用 東西來呈現 女性空白的慾望 風從窗子裡面進來 對面掛著的回魂雕七長 竟被吹個搖搖晃晃 磕脫磕脫敲著敲 七巧雙手 按住了鏡子 各位注意到她用句號 句號句號也就是要切斷切斷 當張二玲用切斷的時候 都是在經營一種電影剪接的感覺 她用句號來作為鏡頭的單元 鏡子裡面反映著的脆弱臉子 和一副金綠山水瓶條 依舊在風中來回盪漾著 望久了便有一種暈船的感覺 這個時候她老公還沒死 她已經快要守不住自己的身體 她壓抑不住自己的慾望 但是她還要盡量壓 然後呢 叫做再定睛開始 我們看到那個再定睛開始 她眼睛一閉一開 十幾年過去了 這就是一個女性的空白的生命 束呼而過 什麼事都沒做 一片空白 就是在等待別人的死亡的過程 定睛開始 哇 時間過去了 翠竹蓮子已經吞了色 金綠山水瓶條 換成她丈夫的一項 鏡子裡面的人也老了 所以在十年前眼睛一開一閉 再一開的時候 十年過去了那個 被壓抑的女性情欲 這個是張愛玲 隱藏在很多的段落當中 像暗流一樣 不停的湧動的東西 所以她完全不像是 三零年代的冰零 這麼樣的把慾望浮現在 冰山海平面的上面 讓你感受到那個 女性慾望的直接 當然那個書寫也是非常棒的 但是張愛玲卻是隱藏 冷漠疏離 用一種 異象化的方式 來點出那種 女性的慾望 這種痛苦的呼救 好 接下來 我們看另外一篇 我們只剩下15分鐘 紅玫瑰與白玫瑰 我最喜歡的張愛玲的小說 就是這一篇 因為這一篇跟其他篇不太一樣 雖然都是走下沉的路線 但是這一篇我覺得性未盎然 這個性指的是性 真的是sex 那個性 性未盎然 整篇小說從頭到尾 都是在寫慾望 男性的慾望 女性的慾望 好 我們來看這個紅玫瑰 紅玫瑰是王太太 也就是她嫁了一個王先生 她自己也姓王 男主角叫做童正寶 童是人部 一個冬天的冬 這個童 童正寶 童正寶是一個 從英國留學回來到 上海的一個 社會優秀青年 她一看到她朋友的妻子 王娇瑞 哇 世界上怎麼會有 這麼完美 這麼漂亮 身材這麼好的 人妻 就妻子總是別人的好 童正寶沒有結婚 她就看到了一個 哇 真的就是人間有物 於是就喜歡上紅玫瑰了 紅玫瑰也是一個 身體很開放的一個女性 所以她也把童正寶 視為是對象 好 我們來看 紅玫瑰的慾望 童正寶第一天搬到他們家來借助 紅玫瑰這個時候在洗澡 頭上身上全部都是濕的泡泡 如果你在洗澡 你們家客人來了 你要怎麼處置呢 你應該立刻把身上頭上所有泡泡沖掉 洗完澡 走出來 穿衣服 然後出來見客 這個是一般良家婦女的選擇 但是紅玫瑰沒有 紅玫瑰就是一個大辣辣的女生 所以她頭上都是泡泡 身上滴滴答答的 沒有擦乾 她隨便就披了一件浴衣 薄薄的 就給人家找出來 手上都濕濕的 還要給人家握手 手伸出來就發現到自己的手是濕的 所以紅玫瑰王交人她就縮回來 一縮回來這個動作 有一顆小胖胖 就見到了也正要伸出手來握手的那個童正寶的手臂上 這就是一種攻擊性的性安心 一種身體的連結了 好我們來看這一段 這個女人要把右手從頭髮裡面抽出來 帶要給客人握手 看看手上有肥皂不便伸過來 單指笑著點了個頭 把手指在浴肌上面開著開 開就是擦 借了一點肥皂握紙到同正寶的手臂上 尷尬了 噴過去了 如果你在講話 或是說 對方在跟你講話的時候 口夢很飛 噼啪啦 如果有一顆小胖胖 嘴巴小胖 小胖胖 見到你的臉上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知書達理的人 你是會做這個動作的嗎 請各位看我 就噴著著 然後就 你會做這個動作 通常大家都不會 大家的選擇都是 喔 裝不知道 但你確定有一顆小胖胖 你見到你的臉上 你整個人的生命的核心都在這裡 你都會感覺到那個毛細孔 那種水分子 一顆一顆一顆離開你的那個 真紮桿 張阿林太會寫這種東西 所以他就寫說 啊 結果去了 尷尬 所以那個 那一塊小肌膚 就像是什麼呢 有一種緊縮的感覺 像有一張小嘴 輕輕的吸著它 咬著它 咬著銅正寶 吸著銅正寶 這種感覺 這就是一種性愛史 一種 哇 你們才能出見面的一種 非常具有賀爾蒙的一種公式 也就是紅玫瑰的一種公式 這就是一種女性的情侶喔 好 你看 相比於那個丁鈴來說 張阿林真的是壓了很多 它藉由很多的意象 不管是髮簪 鑽石 粉紅絲線 不管是鏡子 不管是泡泡 它都是經由一個東西 來比較隱晦的 或是隔了一層 來告訴你 女性身體也是有慾望 它也是會攻擊 它也是會主動的 好 我們來看這一段 這段非常的有趣 紅玫瑰一直想要引誘銅正寶 但銅正寶都不上鉤 因為銅正寶要做一個社會一百分的青年 所以銅正寶就刻意的晚下班 因為他要躲過整個晚上跟王娇蕊 共處在同一間房子裡面的尷尬 晚上十一點才回去 所以直接睡覺 王娇蕊也睡覺 所以就還算是安然無事 有一天呢 紅玫瑰王娇蕊就要進宮了 然後他準備了茶葉 喝茶這件事情當然是平常的 當然王娇蕊他不是閃耀的燈 他今天就扮演茶葉 他穿了一件鮮辣潮濕的綠色的洋裝 沾到哪裡 那個空氣就被染綠的那種 充滿了誘惑性 而且那套服裝很厲害的是 那個側面 就這邊 是網絡狀的 是露出來的 紅色的那個網絡 你可以看到肉的 左邊右邊都是 很有致命的吸引力 來勾引銅正寶 然後呢 銅正寶並沒有被勾引 所以王娇蕊又再次拿出一個武器來 這個武器叫做花生架 你想說花生架是什麼武器 如果他不會是花生架 那不是功虧一虧嗎 不是 張二林在玩一種語言的遊戲 也就是剛才西書說的 你要藉由男性發明的語言 來表現女性的情慾 這是一個反攻的所在地 各位英文都很好 英文裡面 洋具跟花生通常是會產生連結的 也就是在說笑話的時候 洋具跟花生那個音非常的接近 一個叫pennis 一個叫pennet 如果說不太清楚的時候 常常就會讓大家聯想到 你在說花生還是說洋具 這裡他們就在玩這種語言的遊戲 來看 將尾就放下茶杯 因為童正寶都不喝茶 他立起身拿出武器來 從碗廚裡面拿出一罐花生醬 你應該知道 這是一個有語言暗示的東西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留學英國 英文都很好 說 我是一個粗人耶 喜歡吃粗東西 各位又把他想歪 這個粗東西當然他指的 就是說比較原始的 我們現在說原型師 但其實花生醬又不是 他是經過合成的東西 正寶笑說 哎呀 這個東西 最賦予滋養料 是會使得發胖的 童正寶規避的是 我不要跟你談那個性 我要跟你談的是減肥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童正寶轉了一個話題了 王家瑋說 我給你吃這個粗東西 你要不要吃啊 童正寶說 不要吃那個啦 那個會胖的 王家瑋沒有在說胖這件事情 王家瑋在說性這件事情 家瑋就開了蓋子 其實童正寶說不要吃啊 你怎麼開蓋子呢 有客人說不要不要你來開 就是要開 我頂喜歡犯法的 你不贊成犯法 不是在說犯法 而是在說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才要發生關係 你怎麼忍那麼久啊 童正寶是發生什麼問題啊 我頂喜歡 我這瓶OK啊 你什麼時候OK的意思 童正寶就把手按住玻璃罐 說不要 你看這個男人多軟弱 不 No 我不要不要 不要做這件事情 會胖啦 童正寶就躊躇半日就說 這樣吧 你給我的麵包他也 你不會給我太多的 前台子是什麼 你給我一點就好 那個性 你給我一點就好 不要太多 一碗就好 一個經文也好 一次照顧就好 半個鐘頭就好 不要太多 我知道你也不會給我太多 這樣就可以 你不要給我太多了 童正寶就從茶杯口凝視著他 各位要注意喔 凡是女生通過茶杯口這樣子 凝視著你的時候 你就是要小心喔 就他要吞掉你的意思 他就從茶杯口凝視著那個男生 咪著嘴一笑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支持你嗎 要是我自己 我不太會做這種事情 但是如果是你 你一定會給我的 你終有一天一定會給我 我相信 但是也許不會太多 你會給我 但是呢 要是我自己 我會給自己太少 但是我相信你會給我 好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女性的 在情侶上面的主動性 那種很漂亮的語言的暗示 以及王娇瑋是非常有自信心的 因為他自己知道是一個人間有物 所以童正寶不可能不女他 當然在這一段之後呢 他們就發生沒有太快 就大概隔了幾天他們就發生關係 好另外我們來看這個另外可憐的女生 叫做白玫瑰 白玫瑰是童正寶後來娶的妻子 他一點都不愛這個妻子 隨便娶的 就是相親的時候 別人安排相親 童正寶就說 就是他們就是他們 反正我就這樣娶 我也沒有要愛他的意思 為了結婚而結婚 那這個白玫瑰呢 很可憐 他是以丈夫為天的 一個傳統的女生 但是後來發現到 這個丈夫都不理他 常常會罵他 看不起他 他有點像是心經裡面的那個名句 你看不起我 因為我愛你 白玫瑰對童正寶的愛非常的多 也就是因為太多 太卑微 所以導致童正寶看不起白玫瑰 你看不起我 因為我愛你 好 所以我們這個白玫瑰呢 他每天要躲在浴室裡面 四五個小時 他不敢出來 好可憐喔 因為一出來 連窮人 連庸人 連庸人 都看不起他 浴室是一個最安全的地方 因為只有你自己 所以我們一關上之後 你面對的只有你自己 你不會面對這個社會的不友善 所以他就把自己關在裡面四五個小時 就說是便秘 是不是便秘也不曉得 總之 那是他一個最後的防線 一個最後的保護類 每天坐在浴室裡面幾個鐘頭 只有在那個時候他可以名正言順的 不做事 不說話 不思想 其餘的時候 他也不說話 不思想 他就是一個腦袋沒有在賺的 一個放空的女生 因為他的老天 他唯一的指向就是他的老公 他老公說什麼就是一百分的 好 有的時候他就低頭看自己血白的肚子 這段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重要呢 他幾乎就是一個女性身體的自省 他也是一個身體的書寫 這個身體的書寫很重要 也就是女性在描述自己 看自己身體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女性很重要的一個 象徵性的動作 各位知道女性會摸自己的身體嗎 頭髮 不斷的摸 我想說到底有什麼好摸 整天在那裡摸 上課也在摸 下課也在摸 沒有 這個是女性可以從 從摸摸自己當中去得到一種安全感 白玫瑰就在做這件事情 他一直在看自己的肚子 這個肚子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啊 什麼問題我們看一下 肚臍的樣式改變 有的時候是田徑無表情的希臘石像的眼睛 有時候他好神喔 好像是天使 那個肚臍葉 有的時候又是剛好相反的 生氣的 突出的怒目 有的時候是邪教的 所以有時候是神 有時候是魔 有的時候很可愛 有的時候很邪惡 女生的身體 絕對不是由男性定義的 所以白玫瑰在經由看自己的身體 他在猶疑自己到底是神還是魔 或者是自己的肚子 這個具有生殖能力的地方 男性寄予厚望的地方 他到底是會給女性 帶來很大的希望 例如說像蕭蕭一樣 會生男的地位就服藥至上 還是他是一個被詛咒的場所 他被覆絕的社會賦予一種原罪 你必須要生 生生生生生生 一直生 生到男性社會滿意為止 這到底是一個受祝福的地方 還是受詛咒的地方 所以藉由這個身體的書寫 我覺得趙拉林更呈現出一種 女性對於自己的生命的認同感 在那裡猶疑不定 或者是拿捏不到的時候的那種困境 我覺得在藝術性上面 真的是比那個直率的叮嚀要好一些 可能不止一些 好我們最後回到西蘇 西蘇告訴大家 被寫作的這個欲望所控制的 也就是女性要藉由創作 回到自己的身體 來表達自己的那種狂喜的體驗 是一種被強姦的幻覺 在這種幻覺當中 女性不會因為獲得性格滿足 而害怕帶來社會的譴責 就是說即使你想像自己被強暴 你都不會有一種內疚感 你都不會有一種道德的壓力 更多的可能是一種生理的 肉體上面的喜悅 他這詞不是說鼓勵大家被強暴 而是說你要去珍惜你自己身體 散發出來的一些訊號 這些訊號可能被父權社會 視為是罪惡的 沒有邏輯的 非理性的 瘋狂的 但是女性自己要知道 這個其實 才是你身體最厲害的武器 他說身上將結合男性的力量 對於這些語言的掌握 來解構男女的二分對面 所以我們看完這句話之後 我們再回到剛才燕禮的便利症這邊 這一段就變成迷足珍貴 因為他就是在男性所建立起來的 那個神魔是非善惡黑白當中去 找到一個平衡的 游移點或者是曖昧點 來重新建立起自己身體的意義 我覺得這三二零有做到這件事情 好 所以最後呢 我們就看到 即使 同正寶最後發現到白玫瑰出軌 他跟一個拉力頭的裁縫在一起 但是白玫瑰勇往直前 他完全不畏懼同正寶的 非常嚴厲的男性的目光 他就是要跟裁縫在一起 也就是白玫瑰轉成了紅玫瑰 而那個原來的紅玫瑰 嫁人了之後 又變成了白玫瑰 所以紅玫瑰跟白玫瑰 絕對不是由男性定義的 是女性自己的選擇 這個我覺得也是在40年代 扎銘對於女性身體的 顏色的一種非常漂亮的 破壞二人對立的一種寫作觀 女性到底是紅的還是白的 你自己決定啊 也許你更能夠決定 你是橘色還是藍色 你是綠色還是紫色 甚至你是粉彩 你是各式各樣的可能性都有 絕對不是由男性所定義的 你不是紅就是白的那個 二元對立的世界 好 這個是我的節目 叫做今天遇到愛玲節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從今天開始收聽 我已經錄了80多集 可以慢慢的跟各位介紹 張阿玲的所有的作品 這個是他的QR Code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有的時候失眠的時候睡不著 非常有用 因為大家聽不到的分鐘就睡死了 很多學生就把所說 是太好睡了 很過分 好 今天的內容如果 讓各位對於 1930年代的女性書寫 有更深屹層的認識 都是我的榮幸 謝謝各位 謝謝